就在这个时候 胡安芝想到了在罗城九万大山里 占山为王的谢德昌 于是他把谢德昌介绍给了蓝大兴 蓝大兴结交谢德昌之后 花钱雇佣谢德昌 残忍地杀害了刚刚到罗城上任 不到两个月的王之县 蓝大兴就顺利地将这三千亩番田 据为己有 胡安芝和刘清禾 利用各自临时指掌雅鼠的权利 以县雅的名义 为蓝大兴出具了购买土地的手起截票 但是在县雅的账簿上 却没有入账的机会 于是这六千两购买土地的银子 就堂而皇之地 进了胡安芝和刘清禾个人的腰包 谢德昌被我们围剿之后 就逃到了柳城 躲在了蓝大兴的家里 蓝大兴为了自己的利益 给了谢德昌五万两银子 让他去贿赂屈九万 于大人 你在屈九万的大堂和厚压里 不是什么都没搜到吗 的确如此 屈九万虽然年轻 但是处理这种事情非常老道 没有留下任何宗司马迹 这家伙的确狡猾 这回啊 是让曲九万逃脱了 你没有物证 也没有蓝大兴的旁证 只凭着谢德昌一个人的供词 你是治不了曲九万罪的 这件事也只能到此为止 是啊 这件事情也只能到此为止 你们觉得我刚才说得清楚吗 清楚 非常清楚 案子已经破了 案犯也已经捉拿归案了 你现在再讲案子的来龙去脉 有什么用的 是想自己过过瘾 显摆显摆自己的能耐吧 秦阳 你不想也过过瘾吗 我过什么瘾呢我 你不想也过瘾 案子又不是我破的 只有破了案的县太爷 那才真的想过瘾 我们能够把罗承县和柳承县 最大的几个恶人 一起抓捕归案 难道还不该过瘾吗 周先生 明天我们就升堂断案 好 好 谢谢 得你 坐着 麻烦 大家 洗手 你 就 感谢观看 我可以跟我们一起吃的 我我可以吃饭 你吃饭 我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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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血 我做什么 你欲试 你 countdown 她是为了保我 保 保你 可他自己会被虞成龙判处死刑的 对 这正是蓝大兴的过人之处 也正是他识时务的地方 虽然他会被虞成龙判处死刑 但只要他保了我 我就能帮他保住家产 和罗承为侍那三千亩翻田 不被虞成龙收回去 你怎么才能替蓝大兴 保住那三千亩翻田 不被虞成龙收回去呢 虞成龙一心只想帮韦氏 把翻田要回去 可他根本不懂朝廷 在这方面的有关律令 别看你虞成龙活到了这个岁数 可在官场上 你还嫩了点 依照大清律令 凡有俸禄的官吏 岳凤一代以上者 贪赃八十两将处于绞刑 秋后奋斩 贪赃一两以下 账七十 贪赃一两至乌两者 账八十 五有俸禄之人 可虐奉不足一半者 贪赃一百二十两将处于绞刑 故意屠材害命杀人者 斩立绝 罗承宪 罗承宪古风陵匪首谢德昌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绞刑 当场执行 当场执行 好啊 罗承宪古风陵匪首谢永卿 犯揭去人之罪 故意杀人罪 犯贪赃罪 故意绞刑 当场执行 好啊 好啊 罗承宪县县城胡安之 犯贪赃罪 故意杀人罪 处以绞刑 当场执行 柳承宪相生蓝大兴 因犯故意杀人罪 恶意侵占他人土地罪 判以绞刑 当场执行 柳承宪县县城 刘情河 犯贪赃罪 判处侥刑 当场执行 太好了 太好了 WRVO 斩逸拳 人罚县ibile刑裳 是 好 起来 起来 五高 五高 小独 延总 老伯 海猎 公爷 好 好 好 找下来他们 萱 唯侍姐妹上他 宣维氏姐妹上堂 走 维氏姐妹 本县已将 恶意侵占三千亩翻田的庶民罪犯 已以判决 本县现在宣布 位移罗承县和柳承县交界处的 前朝晋江王的三千亩翻田 儒书交还你们维氏姐妹所谓 博承县衙和柳承县衙 不得以翻产变价之规 再行收取任何费用 谢于大人 谢于大人 慢 谢于大人 进来吧 于大人 瞿大人 于大人好像没想到我会来吧 没想到 于大人应该想到的 应该想到 你忘了 于大人 这为氏翻田一案 可是广西巡抚金光组金大人 亲下御令 要求柳承县衙协助罗承县衙 共同审理的 于大人不必夺心 你我同为七品之县 我哪里敢怪罪于大人 只请于大人 赏我一个座的地方就行 好 来 给曲大人上一把椅子 是 曲大人 请坐 于大人 这里是罗厂 于大人 才是这个案子的主审案 好 那就请须大人 谢于大人 为氏姐妹 你们可以退下了 谢于大人 谢于大人 慢 须大人 为何不让为氏姐妹退他 于大人 本案位于柳承与罗承县交界处的 那三千亩土地 不属于为氏的私产 你不可如此轻率地判离他们 你说什么 我说那三千亩土地 并非为氏姐妹的私产 曲大人 为什么不属于我们家的私产 为氏 我来问你 你可有前朝靖江王 当时赠予你家土地时的 全部凭证 有 当然有 为氏的证据 全部在卷宗里 于大人请过 可这前朝靖江王的凭据 又能说明什么呢 能说明什么 能说明这三千亩翻田 早已属于为氏所以 于大人 可这是前朝靖江王 自己手输的一份凭据 并非官府出具的正式凭证 曲大人 靖江王亲手写的凭证 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据吗 请于大人 看看我柳城县衙土地侧布上 对这三千亩翻田是如何记责 把侧布呈上来 是 是 曲大人 这个情况 本县了解得很清楚 那么请问于大人 这三千亩土地 是否仍然注册在 前朝靖江王府的名下 尽管如此 但这三千亩翻田 早已属于为氏一家村 于大人 不知罗承县衙土地侧布上 对这三千亩土地 是如何记载的 罗承县衙土地侧布 与柳承县衙土地侧布 无有不同之处 既然如此 于大人便不能将这三千亩土地 判归为室所有 曲大人 那是我们家的土地 于大人 当时靖江王赠于为室土地时 并未在官府办理过后的 变更手续 所以这三千亩土地 如今应该仍然属于 前朝的翻田 既是前朝的翻田 就应按照朝廷 现行翻产变价之规定 来处理 什么是翻产变价规定 于大人 朝廷的翻产变价明文规定 无论是前朝的公田 翻田 还是无人耕种荒气之田 任何人都不得无偿占有 官府应该暗置论价 买给有意耕种植人 徐大人 我们姐妹为了状告兰大兴 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财产 就连自家的房产也都卖掉了 如今 我们哪里还有钱来购买土地呀 你们是否有钱购买土地 与我们现在所异之事 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就没有关系了 那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现在你却要让我们拿钱来购买 大胆为事 尽管在大唐之上 与本官胡搅蛮缠 跪下 徐大人 我们不是与你在胡搅蛮缠 我们是在从你讲当里 来人把这两个女人押下去 徐大人 为师姐妹所言 并非没有道理 陆大人 徐大人 我们现在所异之事 已经远远超出了 为师土地一案的范围 能否请余大人 让这两个女人速速退堂 为师姐妹 你们暂且退下 是 对 对 徐大人 罗城土地侧布 和柳城土地侧布上的记录 虽然是事实 但是这三千亩樊田 在二十年前早已成为 为师姐妹的私产 这也是事实 徐大人 还有一个事实 听见 你刚刚破获的柳城县乡绅 蓝大兴侵占为师三千亩土地的案子 你不会已经忘了吗 请问余大人 蓝大兴是如何侵占为师姐妹 那三千亩土地的 蓝大兴是花了六千两银子 从官府购买的那片土地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 那三千亩土地 并非为师姐妹的私产 而是前朝遗留的樊田吗 余大人 你能够秉公执法 将谢德昌 蓝大兴 刘清禾 胡安芝 这起官匪官商勾结的 贪腐案件一举破获 但在面对这三千亩樊田 到底是私产还是樊田的时候 却又会如此的没有原则 本先并非没有原则 因为我余成龙坚持